一个好汉三个班 出来混江湖 必须要小虾米这样的好朋友 小虾米拿着大锤子又来了 这次用的是中乌烟的钢铁皮肤 这个皮肤垂起来更霸气 这一场小虾米依旧是树桩走起 一锤子一个吹鼻不解释 这白鸡是喝喝喝到的水喝多了吧 怎么感觉有点飘 看小虾米一锤子送你上西天 还有一个鸟人啊 这家伙飞在天上又怎么样 东大妈的一个大铁锤 姐就把你的翅膀打坏掉 看你还怎么飞 小虾米是不是有点飘了呀 姐中路过来一打三了 先一锤子把鱼鸡头上的腰捶出来再说 这家伙就是个混子英雄啊 老是不胜在人身上 不吹你小虾米浑身都不舒服 这白鸡绝对是皮甲的呀 小虾米本来不想吹你的 是你不要拉我过来的 那天大锤已经准备就绪了 白鸡你就做好被小虾米砸脸的准备了 又看到云中军了 这家伙和腰一合体 感觉是不是天下无敌了 是小虾米一个重吹火花说你上天 想凉快凉快吗 泉水是个适合你的住宅地点 鱼鸡再给小虾米皮央 现在的鱼鸡想一套秒人 还是有点难路的 小虾米这个钢铁大锤下去 你这小生板不得趴在地上啊 下次看到中大妈还是捞路走啊 千万别在中大妈面前受伤财 民众军你再过来 信不信小虾米再一次把你砸扁 也要给你副身真实无敦都没用 现在的中大妈伤害可是贼高的 对面这沈梅西还敢追我呀 别看中午宴就这么点血量 一锤子就可以送你回大泉水了 大锤加小锤 最后再来一小锤 陈门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云中军应该会来打蓝buff的 小虾米就蹲在草丛里面 没有视野看这个蓝色大脸 还敢不敢飞过来 飞在天上火蓝是飘了呀 小虾米举了大铁锤 再次把它砸下来了 这场云中军也是够郁闷的 一碰到中午宴 翅膀都会被打断的 小虾米还想着和孙子一起蹲草丛呢 一人一锤秒掉一个的 并想到鱼鸡身上附身一个羊 一点点血量没被砸死 小虾米吃了一套运动军的伤害 直接就残血了 还好放掉了鱼鸡 不算特别亏 队友有点劣势啊 感觉正面打团打不过的样子 既然这样 小虾米决定来偷塔了 对面中路一队人 小虾米这大锤子拆打 输入应该来得及的 拔掉了高地防御塔 对面也是无心念战 反而是被我们家队友打死了两个 小虾米继续拆血迹 中大妈这锤子的威力 都可以竞选拆迁队了 继锤子搞定 输入章的中大妈 能打扔看看拖塔 果然厉害啊 女人心 海底针 锤你胸口